今天的事 谢谢你 即使我想到了你回来 却没有想到 之后发生的那些事 对于你 我好像计划过许多开始 却始终踩不到结局 长久以来 生日对我来说 似乎只是一个 提供给人与人之间 尽力联系的一事 但我的出生和成长 和那些试图与我 建立联系的人并无关系 而那些真正有关的人 你在听吗 抱歉 这样讲话 会让你有些距离干吗 其实有时 我会故意想要和你之间 拉开一些距离 不是欺负你 只是这样 对你来说 比较安全 没有遇到你之前 配合同伴的步伐 会让我觉得厌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地 一个人走路 会快一点 嗯 这并不是好习惯 但每当我在路上回头的时候 却总是发现 你已经赶到我身边来了 这一次 也是这样 或许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能让我忍不住回头 又或者 只有你能一次又一次地 抵达我的身边 所以接下来 我不会再放手了 明年的今天 你也会在我身边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来